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松云神父 我们今天是复活节 第二个礼拜的星期四 那么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我们听到圣若望 跟我们描写若汉戏者 对他的门徒的一些话 那么这些话 有一点不容易懂 我们先看一下 最不容易懂的一句话 若汉他说 父爱子 并且把万有交在他手中 那相信子 相信天主子 便有永生 不相信子的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而且天主的义怒 常常在他身上 天主的义怒 常常在他身上 这个话不是很可怕吗 耶稣不是说天主是一个爱的 充满爱的 无限爱的父亲 那么他怎么会 就是生气我们 惩罚我们 如果我们不相信呢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 反省的一个奥秘 因为这个也会让我想一想 一个故事 我以前在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对我的信仰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常常听兄女 我是神父跟我们讲道理 那我觉得他们很自然地都说 如果你是好孩子 天主会报答你 那么如果你不好 说不定会有一些不幸的事情会发生 那么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孩子 我有时候也会跟我弟弟吵架打架 或是跟我妈妈辩论 吵架不做我该做的事情 不负责 那么我对这些事情都非常有罪恶感 那么万一我们家发生一个不幸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有时候会想 会不会是因为我做了坏事 会不会是因为我犯了罪 我是不是在受到 我们是不是在受到天主的惩罚 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常常会班告节 常常会觉得我的责任很大 不过我年纪大一点 我开始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每一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这个不见得是跟我的罪有关系 可能有 不过可能没有 可能就是天主在 天主也不会生气了 天主会了解这些事情 他不会生气我们 不过他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为了考验我们 为了叫我们反省 为了让我们变成更成熟的基督徒 有人说天主的文笔 天主写的字好像是玩玩去去的 不过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 看起来都直直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 我们觉得这个是坏事情 这可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 我们是受到惩罚 不过如果我们比较积极的想 我们会可能我们会觉得 天主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他是不是要我成长 是不是要我稍微调整我的生活 避免这一类的事情再发生 换一句话说 天主会不会再当我们的老师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是一堂课 他要我们学习 可能看起来是玩玩去去的 其实是直接的带我们到 我们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天主 还是也很有信心 他看起来生气我们 对我们有意怒 其实他还是非常爱我们 要我们学习 要我们成长 要我们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 对天主的爱产生怀疑 我想这个是复活节的意思 也是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的真理 祝福大家天主保佑